幼儿园里 针骨追老师喉咙突然变得不受控制 张口说出很多奇怪的话 小朋友们不知所措 老师的话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呢 场面一度混乱 究竟是谁在捣蛋呢 针骨追老师和捣蛋精灵 高龙 方子 文 图 郑舒华 艺 今天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起打扫仓库 针骨追幼儿园的院子角落 有一间老旧的仓库 大家从里面清出好多好多东西 有的看起来很珍贵 有的看起来没什么用 老师 这是什么东西呀 有个小朋友拿着一个像葫芦的东西 跑过来问 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什么东西呀 拿起来摇摇看 没有声音 打开盖子 往里面瞧瞧 什么也没有 空空的 那个时候 老师觉得喉咙有点怪怪的 不过 很快就没事啦 针骨追老师 想对大家说 好 继继续打扫吧 没想到 没想到说出口的竟然是 啊 有熊来了 大家赶快装死 小朋友们觉得很吃惊 喷咙 喷咚 所有的小朋友 立刻倒地装死 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 针骨追老师 黄了起来 他想说 我说错了 大家赶快起来 没想到 大家右手插腰 左手碰同学的头 单脚站立 出口竟然变成这样的话 小朋友赶紧站起来 努力照着老师说的 败出姿势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针骨追老师更慌啦 这次 针骨追老师很小心的想说 我又说错话了 对不起 不了 说出来的却变成 大家来玩 挤馒头 小朋友用背 用肩膀 拼命地推挤 挤呀挤 挤呀挤 大家说 挤馒头 挤馒头 挤呀 别被挤出来 我到底哪里怪怪的 挤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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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这说有这个东西掉了 那好像是原本挂在葫芦上面的警告标示 这个东西进入人的嘴巴里 就会让人想东说西 胡言乱语 导弹精灵蹦蹦 猪的葫芦是也 千万千万不能打开盖子 万一不小心打开盖子 导弹精灵蹦蹦 跑进嘴巴的时候 要怎么做呢 一 甜食吃到好撑好撑 二 好撑啊好撑啊 嘣 试着说说看 三 说完以后 趁着导弹精灵要从嘴里出来的时候 四 赶快盖上盖子 这是历代祖宗 传给子孙的心事 真骨追贺几笔 老师想起小时候 有一次 爷爷突然命令他 给我爬到树上去 真骨追老师 只好不情愿地爬到树上 后来 老师看到爷爷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甜食 旁边放着一个奇怪的葫芦 气到好像听到爷爷说 好撑啊 好撑啊 蹦 老师换上外出符 抱着葫芦 走出真骨追幼儿园 朝向甜点店走去 老师要去干嘛 真骨追老师 一个接着一个 把甜点送进嘴里 吃吧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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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在旁边说 老师 好厉害 真棒啊 哇 终于喊出 好撑啊 好撑啊 蹦 紧接着 蹦 赶快盖上盖子 正骨追老师 带着小朋友回到幼儿园 好 大家继续努力打扫吧 老师 精神饱满的发号司令 小朋友心里都嘀咕 蹦蹦如果 在老师的嘴里待久一点 那该多好呢 咦 那个蹦蹦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只悄悄的告诉你们哟 就是这个小家伙 呼呼 他在葫芦里面睡一觉哦 宝贝 你觉得他可爱吗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宝贝说说看 针骨追的爷爷 为什么命令他 爬到树上呢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 订阅我哦 你说的 我们会给你带来的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